同心是以技术服务客人为主 我们有37年的经验 也就是说我们累积了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技术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产品 它是一种不同技术不同制程的组合 我们的产品有分成四大类 一个无线通信模组 后膜机体电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LED的基板 第四个就是影像感知器 去年来讲是一个成长很快的一个情况发生 就是从本来32亿成长到62亿台币 我们公司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用陶瓷板 用陶瓷板来做这个线路 陶瓷板里面的做线路有两大类 后膜的部分一般是用在军事 汽车这类型的 薄膜是用在高频无线方面的 高频无线方面的 它两个制程价格差异很大 陶瓷就把两个制程把它合并起来整合起来 后膜的材料用薄膜的制程 这一块等于我们叫做直接电镀筒 DBC DBC就是陶瓷的Trainmark一样品牌一样 大家一听到DBC就知道那是陶瓷的制程 我们也把它就是类似于那个注射商标一样 DBC就知道这是同心的一个制程 成功的原因是这样子 第一个是人才的保留 经验的累积 在我们同心来讲经验的累积是最重要的 有三个副总都超过三十年在同心服务 我们诚信 也就是说我给你发展是属于你的技术的部分 我就是只提供服务给你 目前来讲我们像很多设备都是客制化的 设备就是我自己客制化 不是市面上标准的 所以这样子一来呢 外面要抄袭我们就比较难 为什么 设备也是我的规格 产品做出来产品也是我同心的规格 那另外一点就是电子业非常非常快速变化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即时反映这个市场的需求的话 纵使你有技术反映不过来 还是抢不到这个声音 你看我们的客人几乎都是TO1 也就是世界排名在前面的 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跟他们的研发团队 在长期的配合合作内 所以他会告诉我们他想要什么 他既然想要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要准备好给他的东西 从他们有构想开始 我们就是跟他配合的 我们叫做早期的介入 早期的介入 这是我们目前来讲比别人能够更重 更能够掌握这个市场的趋势的原因 同心呢 一开始就用陶瓷 陶瓷电路板 陶瓷那高热散热好 电动车的power supply里面呢 就是要这些特性的东西 另外一个绿能产业里面就是我们目前在做的 营收大概就占了一半LED 另外一个就是说发电效力要好的就是燃料电池 FuSale燃料电池 就是大家讲的氢电池 那另外就是聚光型的太阳能电池 将来也是一个有前景的一个行业 我有一个很强的团队在台湾 我也一直想尽一点社会责任把根流台湾 这十年来呢 台湾的员工人数从500多变成1000多 产业环境来讲 台湾别部来讲 你要什么有什么 也就是说利用台湾的那个环境 来研发新的自身新的领域 就是人员的敬业精神 所有的成果都是teamwork 都是所有员工整体这样子做起来的 没有一件工作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忠诚让同学能够不断地成长